在我孤寂的小房间里 熟练地将收音机调到美军广播电台 随着熟悉的摇滚节拍奔发而出 我像是跟着第一颗人造卫星一起发射 飞入浩瀚的宇宙 和我最爱的电波与星辰 并肩遨游 奈良美智 创作于2009年的 《然而并非一切绿屋》 与《然而并非一切菊屋》 是奈良美智艺术生涯里 最大型的房屋装置作品之一 分别为6米7与4米7高的绿屋与菊屋 使奈良美智的艺术王国 在这一刻幻化成真 推开菊屋大门 缩小版的奈良美智工作室映入眼帘 近20件的创作悬挂墙面或散落桌台 仿佛艺术家创作过程的缩影再现 奈良在菊屋 巧妙地运用种种细节 带来了时光流逝的磨损痕迹 手绘的插画 覆盖在布满油戳的信封上 满是生活轨迹的场景 书写下艺术家极具个人态度的情感表达 而开启的门与窗口 似乎正邀请观者 一窥其私密的创作空间 一旁稍断的屋顶 仿佛是力量凝聚后的爆炸式情感迸发 绿屋的设计 以一种完美的对称性 呈现出总体平衡的视觉观感 室内575只来自全球各地的玩偶 彼此堆叠 它们身后巨型的拱形木板中 一个睁大双眼的奈良女孩 那缤纷闪耀的瞳孔 好似无垠心计 它从屋内的小世界 看向屋外的大观园 给人未完待续的无限遐想 Yoshi Tomunara is a leading figure of the contemporary art scene who is specially recognized through his cartoonish child motives While he has never ceased to experiment on different mediums in best expressing his artistic enthusiasm not everything but green house and not everything but orange house stand as the best representation of his most signature creations which concludes the essence of Nara's 30 year artistic career and at the same time serve as miniature art museums that composes of both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in the form of installation 绿屋与菊屋 并非只是艺术家 挥手过去创作的完美总结 视觉的正哲 听觉的波动 触觉的激发 所带来的是观众 对于绿屋与菊屋 外在与内在 身体与心灵 感官与精神性的全方位体验 经由着密闭房屋 所到达的开放世界 我们就此迈入了 耐良美质 所开创的新纪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